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动负债呢 当然就会引申出来一个 跟负债也有相关的 我能不能承认负债进来的或有负债 所以这两章 这个部分呢 会放在第十章来讲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流动负债 那些流动负债呢 其实在我们很 在我们开始谈会计的账务处理的时候 就开始有负债的产生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账务处理的时候 我进货或者是我想有了某些的服务之后 还没有付钱我是不是产生了应付账款 好 所以这个应付账款就是一个负债的性质 那它也是一个流动负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流动负债 我们大致来说 可以把它分成 两个性质的流动负债 好 一个是确定的 好 流动负债 大致可以分成两种情形 一个是确定的 我们叫做确定负债 另外一个 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可以估计出来的 叫做估计负债 好 那我们首先先来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流动负债 课本上面就有讲了 好 在490页 好 流动负债 好 第一个我们先谈什么叫负债 但负债的意思就是什么 未来必须清场 而且清场必须动用到 企业的资源的 它就是一个负债 好 那除了它这边讲了 在490页 它的负债的定义有三个 就是负债是 这个义务已经存在了 然后呢 这个义务呢 是因为之前的交易 好 事项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必须承认负债 就像我常常讲说 我接到人家的 比如说我给人家订货 我打了电话去跟他订货 订货 我打完了这个电话 算是负债产生了吗 还没有 因为什么 对方还没有把货交给我 我还没有产生要付款的义务 所以他这个什么 交易事项尚未发生 好 虽然我已经打了电话了 但是他还没有把货交过来 所以我没有付款的义务 所以这个就不符合 我们这边的第二项 交易事项已经发生了 还没呀 我只是打电话而已 我只做这个动作 双方都还没有产生任何的权利义务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义务呢 会因为未来的资产的移转 或劳务的提供 或其他经济资源的流出 而解除了 而什么 而清场掉 所以我这边讲说 这个负债是已经发生了 然后这个负债呢 也必须是什么 他的清场或者他这边的所谓的解除 必须动用到企业的资源 好 那这是负债的定义 那什么叫做流动负债 好 流动 另外一个相对应的叫做非流动 那主要的差异性流动跟非流动是在于什么 他解除这个义务的时间长短 如果你是在12个月或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之内 必须清场的 必须有这个清 有必须解除的负债那个义务的话 那我就是流动 那长于12个月或一个正常营业周期的话 我就叫做非流动 好 所以流动跟非流动很单纯 只是根据他的偿还时间来决定的 好 所以来看一下呢 在491页 好 他就定义一下什么叫做非流 什么叫做流动 好 那491页呢 他说流动负债的性质 根据AS1的规定 好 只要符合下列的条件之一者 就列为流动负债 第一个是预期在正常营业周期中 清场的负债 那第二个 这是企业的主要营业行为 主要交易目的 意思可以讲都是主要营业行为 所产生的负债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他12个月之内 必须清场的负债 好 然后第四个 是不能无条件的递延 到12个月以后的负债 好 也就是说 你可以展期 但是你如果这个展期 必须要有其他的相关的条件配合的话 那这个负债 在你没有办法很确定你的条件 能够满足展期的条件 所以你没有办法证明说 你一定可以长过12个月的话 那就必须还是列为 12个月之内必须清场的流动负债 好 所以第四点 只是告诉你说 虽然我有这个企图 我有这个想法 我有这个想法说 我要把我的债务展期 但是呢 如果我的需要展期 所必须承担 或者是必须展现的条件 不见得是非常的容易达成 好 这种情况之下 我还是必须把 这个虽然我有企图心 想要展期的负债 但是在12个月内 必须清场的 因为我不能无条件 所以我还是必须把它列为 流动负债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就特别去强调这件事情 好 不能无条件的 递言的 好 这是流动负债的定义 那我就回过头来看了 所以说流动负债 前面先去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负债 然后接下来 怎么叫做流动负债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流动负债 就它的金额是否确定来讲 或者是金额的产生 可以分成所谓的确定负债 好 确定的金额 跟估计来的金额 好 那确定来的金额呢 很 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的 因为我产生了 必须付款的 义务的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好 基于呢 这些我的流动负债呢 绝大部分是什么 主要营业行为所产生的债务 经验是主要营业行为 所产生的债务 所以它是什么 会在短时间 因为它是经常性重复的发生 所以它会在短时间之内 产生清场 产生清场 所以呢 这些的负债 绝大部分的流动负债 它都没有什么 限制的问题 也就是说 它没有折现的问题 基本上它的 债务的账面价值 就是它的限制 因为它是短时间 就必须清场的负债 好 所以基本上 这样的一个负债原则 如果你是 尤其是你是主要 正常的营业行为 所产生的债务 它基本上是没有 限制的问题 就是没有 不需要去折现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 举债 借款 好 我签发了一个 一张一年到期的票据 无息票据 那你就必须什么 因为你是借款来的 所以它就绝大部分 人家为什么要借你钱 你想想看 人家为什么要借你钱 除了道义 除了朋友关系之外 基本上 借你钱就是因为什么 它赚利息 所以它就因为 在我产生的负债 绝大部分 它有限制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今天谈 流动负债 我们是先界定 它是主要 营业行为 所产生的 好 所以它就没有 限制的问题 所以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我们可以直接 把它的 念值 或者是账上的金额 当作我的 入账的金额 就可以了 因为它没有折现的问题 好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呢 一相关的 一般的应付费用 好 应付费用就包含很多啦 好 应付电费 水费 电话费 好 那付给 应付给员工的薪资 也算哦 好 所以这个都算是什么 确定的负债 因为这个金额都很明确的 好 那这些的 这些科目所产生 为什么产生这些交易 好 这个我们刚刚一定有 稍微提过了 那这些金额是 确定的 好 我买了东西 我该付员工 多少薪水 都是很明确的 所以这个叫做 确定负债 那哪些是估计负债呢 好 估计负债 基本上 估计负债某个程度 跟货有负债 有点像 负有负债是持什么 可能有 可能没有 叫做或者有 好 负有负债意思就是 可能有 可能没有 那到底有还是没有 如果说 我们后面傅如有讲 如果你这个货有负债 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或者是有 但是我没有办法估计它的金额 那它就是列为货有负债 因为它没有办法 我们做到会计里头 非常大的一个限制 就是它必须能够什么 估计金额 它必须有金额 不是估计金额 它必须有一个金额 如果你金额没有办法知道 你就没有办法入账 会计账上就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那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你就是什么 如果它有可能发生 有可能发生 在货有负债的情况之下 我就是什么 揭露 在我的报表复注上揭露 就可以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估计金额 但是你要去揭露 有这个可能负债的发生 那你要去揭露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估计它的金额 这个在你的揭露的事项里头 都必须什么 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 好 这是或有 那如果说有可能发生 而且我能够估计出来 发生这个负债义务的金额 是多少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估计负债 好 估计负债 它当然一个是什么 很有可能 这个负债的义务很有可能发生 而且我可以估计出来它的金额 所以它就是一个估计负债 所以估计负债跟货有负债 某个程度来讲 好像有点相似 但是它的结果是决然的不同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估计负债 你的报表上面 你的数字上面就必须呈现出来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货有负债 那你就是只是揭露而已 在报表的本身 财务报表的本身是不会出现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知道多少钱 好 我没有办法估计的出来 我没有办法入账 那它就不会出现在你的报表里面 所以虽然某个程度来讲 它有一点 这两个有点像 但是它最大的差异点 差异点就是在于 它能没有估计 它有没有办法估计金额 可以估计出来 我就要入账 就变成是一个估计负债 是 所以重点就是 它可以估计的出来 如果它没有办法估计 它就没办法入账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在会计处里头 有一个很大的 应该是说很大的障碍 或者是很大的一个点 就是在会计上很大的一个 应该是说 它的一个 没有办法完全呈现 它的报表的 没有办法完全呈现出 它的公司的财务状况 或者是公司的经营状况的 就是因为它必须是有数字 所有的资料 都必须是把它划成数字 它没有办法划成数字 而且这个数字代表是金额 如果它不是一个金额 它也没办法入账 所以我刚才强调说 如果这个户有负债 有可能发生 而且它可以估计的出来金额 我就变成是一个估计负债 就要入账 如果它有可能发生 但是我没有办法估计它的金额 那我只能揭露 只能揭露 在我的财务报表里头 附住这一件事实的存在 那哪一天 或者是某些事件 就是某个事件的发生 让我可以估计它的金额的时候呢 它就必须是一个估计负债了 好 所以或有负债 可能有一天 它会变成是一个估计负债 当某些事件的发生 让它金额可以估计的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估计负债 好 所以我只是告诉你说 估计负债跟会有负债 某个时候就一线之隔 但是这一线的差异 就会导致有很大的不同出来 因为一个会影响报表本身 一个不会 好 那哪些是估计负债呢 哪些是估计负债呢 那我想大家最 最常碰到的 或者是大家应该都有经验的 就是产品保证 负债 大家都有买3C产品嘛 都有买电脑 好 电脑它都一定是什么 有个保固期间 那这个保固期间呢 它一定是讲说 如果你的产品呢 在正常的使用状况之下 产生了问题 那只要是正常的 使用状况之下 而且在保固期间 这个公司制造商 就必须什么 帮你修复 那当然每个产品出来 生产出来 送出厂的时候呢 它都会经过瓶管 但是就算是经过瓶管 我们也不能保证它 零瑕疵 百分之百零瑕疵 好 所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 瑕疵的状况 那这个瑕疵呢 那个制造商就是什么 它在它的条件上面 就已经讲了 只要正常的使用状况之下 所产生的问题 只要在保固期间 它就负责帮你修复 那修复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些费用 所以当我 但是因为保固期间 通常不会是在一年 记得吗 我记得华硕 它之所以有卖点 是因为它的保固期间 好像有五年 我不知道之前好像有 最早是说保固是两年 后来变三年 我记得后来它这个华硕 它的保固期间有到五年 好那意思是说 只要在这保固期间 所有发生正常使用的情况之下的 一个问题 它都什么 负责免费维修 甚至它需要换零件 它也什么 帮你换啊 所以在我们的收入费用配合原则之下 什么叫做收入费用配合原则 什么叫收入费用配合原则 在同一个年度平均任务 好就是承认收入的那个年度 必须把所有的相关成本费用 因为这个收入所产生的相关成本费用 一并承认进来 这个叫做配合原则 好所以当我卖东西的时候 我已经收到我的 我已经完成我的义务 我就可以承认收入嘛 我的收入任务原则 那我承认收入 但是我所有 为了这个产生这个收入 所有相关的成本费用 不见得在我承认收入 当年度就全部实现了 全部发生了 但是如果我可以估计 可能有哪些的支出 或者是成本或费用 是因为我这个收入而产生的 虽然在我收入任务那个年度 还没有真正发生 我也要把它估计进来 好因为我承认收入的同时 必须因为为了产生这个收入 所产生的相关成本费用 要一并承认进来 叫做配合原则 所以当我把东西卖出去了 我已经把货交出去了 旅行完我的义务 我就可以承认收入 但是为了这个收入 所有产生的相关的成本费用 不管是已经发生了 还是还没有发生 但是我可以估计 未来可能会发生 而且我能够估计出来金额 我就必须产生 我必须承认 成品的保证费用 但是因为它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真正发生 所以这个费用 我付了任何代价出去没有 没有 所以我就承认一个负债 这个是估计负债 所以是第一个 这个是大家最常会碰到的 我们叫做产品保证负债 那它的相关的费用科目 就是保证费用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没有呢 还有没有什么 是估计负债呢 好 记得那个 大概是在奥运期间 这个运动饮料 它就会什么 集合几个瓶盖啦 你就寄回去啦 然后它就会怎么样啦 记得吗 好 这常常会有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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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销方式啦 那我记得印象最深刻就是 当要 比如说要举办什么奥运的时候 它就会有这个 广告出来 好 那我记得什么 运动饮料吧 它就是集合多少瓶盖 然后你寄回去 那就会让你抽奖 抽什么 抽 你可以到 这个奥运现场 看比赛的一个机票啦 好 这些的促销活动 所以它就会有什么 赠品 赠品负债 好 那这个呢 当然是我们有相关的 促销活动 好 那当然就是什么 会造成 当然我们希望既然是促销活动嘛 当然就希望能造成我的销售的情况的提升啊 好 所以我销售收入产生的时候 那我因为 为了促使这个销售增加所产生的相关成本费用 我就要一并成人进来 但是因为赠品不是 不是马上的 好 比如说你要集合多少瓶盖啦 或集合多少什么东西啦 那你寄回去之后 我才要什么 才会寄赠品 好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可能你就要去估计 根据经验 好 我呢 大概会有多少的 这个消费者会把这个赠品的 什么集的什么点券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寄回来 然后我要付多少的赠品费用 好 所以这个时候这是一个什么 估计负债 好 所以这几个 我想大家都应该是 生活里头常常会碰得到的 好 那这些是算是 确定的 这不是确定啦 是算流动负债 那但是呢 这两个例子呢 都是什么 估计来的 好 所以我们会再讲 流动负债的时候 会去谈这个 那最后我们还会谈到一个 环保负债 那环保负债呢 我想最近 大家就在吵核能发电 大家对核能发电的了解多少 大家大概是知道 311的浮导核电的问题之后 大家就知道核能会产生什么 如果外泄的话 或者是它的管理不当啦 会造成核辐射的污染 那但是呢 你可以去想想看 为什么当中 现在核能有那么多的问题 为什么要去发展核电呢 好 那当然之前 这个台电有做过相关的研究 那时候我们也做过 什么活力发电 水力发电 活力发电还可以分成燃煤跟天然气 好 那但燃煤的成本 相较天然气要便宜 但是燃煤它会造成什么 空气污染啊 所以不是就是什么 全球暖化的一个什么 杀手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燃煤的一个造成的污染 然后二氧化碳增加等等等等 好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也去谈论过核能发电 那核能发电呢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 煤大概是2块 1.5元到2块之间 大概我们80几年 做过的一个研究计划案 那煤燃气 天然气的话呢 大概是3块左右 但是如果核能发电的话 就少于1块钱 核能发电的发电成本 好像零点多而已 不到1块钱 好 那所以如果整个这样看起来的话呢 那当然是核能发电是最便宜的 好 但是我想大家应该都很了解到 核能发电之后背后的一些影响 也就是说核废料的处理问题 那核废料其实 他的问题很大 为什么你要放在哪里 所以到处大家都不愿意 你的家的地底下买了核废料 那所以像当时候 好像是台电的核废料是放到兰宇 所以兰宇的兰宇的人 他电费是不用钱的 好 所以听说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兰宇 有没有去过兰宇 好 听说兰宇的每一户人家呢 他的冷气机 可能都好几台 而且是24小时让他运转 因为他们什么 用电不用钱 那他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把核废料 埋在他家附近 好 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了 这个重点就在于说 那核废料呢 他的处理上面 其实就是因为怕处理的不大 会造成很大的污染问题 所以核能发电 所以核能发电其实最大的一个要探讨的是他的厨艺成本 好 所以呢 我们在我们的附入里头 我们会谈到一个环保负债 环保负债就你就把它想成跟什么 跟核能发电的核废料的问题是一样的 那这环保负债 其实这个核能发电的厨艺成本 这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还是对于到底要发生多少的成本 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各国都也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好 所以大家为什么对核能发电那么既爱又害怕 就是因为他对于后续的厨艺成本 他到底要怎么做 甚至他可以放到哪里去 其实这个掩埋的地点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附入里头就会去谈到环保负债 就类似核能发电的厨艺成本的观念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一章里头会去谈到的相关的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呢 从我们的那个493页开始 我们开始谈流动负债里面的确定负债 好 确定负债里面在493页 第一个谈到银行透支 好 银行透支 我们刚谈到的确定负债也没有涨到银行透支 银行透支是什么 银行透支基本上 第一个 李定下这家银行开有存款账户 你需要存款账户 好 那存款你把钱存在银行 那是你的资产啊 但是呢银行呢跟你有达成一个协议 也就是说万一你的存款里面的金额不够你使用 但是你跟银行签了一个什么 他愿意让你使用的金额超过你的存款的账户的金额 那我们就叫透支 透支那应该是什么 都很清楚了 我口袋里头只有100块 可是呢 我需要花到150块 那这50块呢超过的部分 我就什么造成透支啦 那透支就要一定什么 要不然就是卖方呢 给你赞欠 让你欠款 要不然你就要是跟人家借钱啦 好 所以银行透支 它是一个负债的科目 那银行透支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你会产生这个银行透支的前提是 你先必须在这个银行有存款账户 而且在这个存款账户里面 你跟银行签订一个所谓的透支的协定 也就是说他银行借款给你的 但是是因为你有这个存款账户而产生的 那透支有个特性是什么 透支是只要你在约定的范围金额之内 那银行会先把 先让你使用的钱超过你的存款金额 然后他的特点是 当你的钱存进来的时候 第一个先把你的透支金额先冲掉 所以透支是很短暂的 比如说我今天有 我的存款呢 只剩下8万 但是呢 我要动用10万块 好 那我不够钱啊 好 但是因为我跟银行有签订一个透支的协定 好 所以银行可以让我先动用10万块 那我的账户上面 我的银行存款就产生了 付的2万 也就是说产生 就对银行来讲 我的存款变成是 戒方余额 8万的存款余额 因为他先把前面的 昨天的透支的2万先还掉了 但是还掉你不会是8万啊 为什么 银行为什么要跟你透支 银行为什么要答应让你透支 啊 什么 银行为什么要让你透支 我们说 透支是不是一个负债 所以银行也是为了要赚取利息啊 所以呢 他的利息啊 透支的利息是每天算的 每天算的 好 所以你要想 那个信用卡 好 卡债的利息为什么很可怕 那因为他是每 好像也是每天算 还是每月算的 好 所以他会把你的利息滚到 你的借款的本金里面 好 所以他的寄息的时间是很短 那很短的话 每天寄息进去你的本金 借款的本金就越来越大 所以你算一样的利率 你每天产生的利息费用 就一天比一天多 所以他是很可怕的利息费用 那透支也是有点特性是这样 因为他进你的时间是很短的 好 你今天 你昨天的 透支了 今天把钱存进去 就先还昨天的透支 那还的同时就要算利息了 就要把利息扣掉 所以我刚刚讲说 我昨天透支了2万 我今天存了20万 对不起 你账户余有不会18万 你这是7万多 因为你还会扣掉什么 一天的利息 那一天的利息2万是不多嘛 好 是不多 可是还是要算利息啊 10块钱他也是 银行也是要赚了 积少成多嘛 好 所以这是银行透支 所以银行透支 一定是先有存款 然后才会有透支 那我们现在谈一下了 这银行透支 当然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什么 负债 而且因为它很短时间就会还 所以它当然是一个流动负债 那我现在就问了 基本上很少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就在一家银行往来 我可能在第一银行有开存款户 我在华南银行有开存款户 我在花旗银行有开存款户 好 那我今天在第一银行发生了 存款里面发生了透支 那我在花旗银行或华南银行的存款 都是什么 都是贷方的 也就是我都有赠的存款 好 都是我的资产 那我在呈现我的报表的时候 华南银行跟花旗银行的存款 是我的资产 我在第一银行存款里面的透支 是我的负债 是我的负债 不同银行的资产跟负债不能互底 我现在是说我在第一银行有存款 我开了户 开了存款账户 但是第一银行我发生了透支 我在华南银行我有存款 我在花旗银行我也有存款 我在第一银行的透支是2万 我在花旗银行的存款有100万 我在华南银行的存款有100万 那我在报表上面的存现 我的银行存款就200万 那我在流动负债里头有一个银行 透支这个流动负债有2万块 也不能并 不能并 好 但是如果今天我在第一银行有 比如说这个A账户有透支2万块 但是我在第一银行的B账户 因为没有人规定一个银行 一个公司只能开一个账户 我可以开两个账户 好 尤其是一个是支票存款户 一个是活期存款户 那就两个 那如果我在第一银行的支票存款户 是透支2万块 那我在活期存款 第一银行的活期存款 有存款50万 那如果是这样同一家银行的资产跟负债 是可以并的 不同银行不可以 好 所以我在第一银行有支票存款户 透支2万 那我第一银行有活期存款 这个存款金额有50万 那我在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有关于我的资产负债的表达 我就可以把它并起来 我的银行存款就有48万 那如果加上我前面花旗跟华南银行 各有100万的话 我就有248万 那我的负债里头就没有银行透支 因为并起来了 好 所以银行透支这个科目 在你的报表上面 原则上是不可以跟资产互抵的 但是如果你是同一家银行 没有资产有负债可以付抵 好 这是银行透支好的特别规定 所以你看这边493页的最底下 借在某一家银行 某一银行的透支 待于不得跟其他银行的存款 借于互相抵消 好 不同银行是不可以的 好 那但是呢 如果是同一个银行 但是不同账户 它的透支跟存款 就可以什么 可以互相抵消的 好 交符合条件 好 它就可以互相抵消 那互相抵消 它的条件是什么 它可以执行的权利 或者金额是可以互抵的 也就是说 这个资产呢 我在这个账户的存款呢 我是可以什么 自由使用的啦 只要是我有自由使用的情况之下 我就是什么 可以互抵 好 那换言之 我的存款有没有可能不行呢 好 如果 如果你有 回存5%或10% 就看它的要求啦 那但是这个 你把钱 回存在你的存款账户里面 好 这个借款回存 如果只是口头上的 好 那那个银行的经理啦 就跟你说 哎呀 因为我们公司 对这个银行呢 这个希望呢 你还是有一些银行存款的时机在里头 可以 所以你借的钱里面是不是可以回存10% 好 它只是口头上面 它并没有形成契约 就是说 在你的借款和约书上面 并没有载明哦 好 它只是口头上面的 好 希望你能够这样做 好 那你借款回存 它就不是一个 你绝对义务 所以 我需要动用到钱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动用它 所以这个借款回存 你可以把它视为你的一般存款 你可以视为一般存款 因为它只是口头上的书 好 但是如果你的借款回存 是在你的借款的合约上面 好 借据上面就展明了一些条件啊 好 我借你5000万 然后借款期间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然后利益是多少 什么时候付利息 然后呢 条件上面呢 这个 这个要求有借款回存10%到你的 某个存款账户里面 如果是在合约上面 载明了 这个借款回存 它就是一个什么 限定用图 限制用途的存款的资产 它就不能 因为你既然是限制用途 因为它要求啊 你不能说我今天需要用到钱 我去动用到这笔 那你就什么 你就违约了 违反了我们的借款合约上面的约定 那你违约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可以视为债务到期 要求你立即还款啊 所以这个是有法律效力的 所以如果你千万不要忽视或者是 这个小看了白纸写黑字的法律效力 好 所以我刚刚就讲了 如果是在你的借款合约书上面 载明了 你要借款回存 那它就具有法律效率 那具有法律效率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违反 所以这个借款回存 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面 它就是一个限制用途的资产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跟透支并了啦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有限制用途了 你不能跟你的透支并 因为一并你的存款的就不到 它约定的金额 那你就违约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把透支账户的金额 跟你的借款回存 有限制用途的存款金额合并起来 去表达 这是银行透支里头特别去提到的 那我这边还要再提一点点的 你这个限制用途的存款 它到底是算流动资产 它是一个存款啊 对公司来讲是一个资产没错 那它算是流动资产还是 非流动呢 就看你的借款的时间 如果你的借款是一个流动负债 也就是说你短时间必须清偿的 那你借款回存这个限制用途的资产 就放在流动资产 如果你的借款是属于非流动 那你的借款回存也是属于非流动的资产 这样清楚了吗 好 所以一样是借款 但是它后面有很多的可能性发生啊 你都要把它搞清楚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可以搞 才能够真正知道说 你的账务是可以怎么处理的 那么很快看过去 因为这些其他的东西就跟 我们之前讲过很一样嘛 所以接下来494页应付账款 好 因为你是设购商品原料物料 或者是享有服务而产生的付款的义务 那通常呢 因为它都是短时间必须清偿的 它就是一个流动负债 好 那这个后面呢 就是什么时候去承认 这个应付账款的问题 然后就是你就先看一下 然后再来呢 这前面已经有提过了 然后495页呢 应付票据 你就要把应付账款形成书面凭证的 就变成是应付票据了 好 所以应付票据是载名付款日 而且在这个日呢 在这一天呢 一定要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承诺 好 那这应付票据呢 基本上来说 它这个票面不管是否有利息支付的约定 可以分付席票跟付席票 但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如果你是正常营业周期 正常营业行为所产生的票据 通常 它是不付席票 因为它短时间就要还 它不付席票 所以它也不是什么 它也没有限值的问题 就是现在的价值 没有折限的问题 好 所以这边讲说 通常因为进货或购买付等 正常营业活动而产生的短期应付票据 它的折限影响呢 如果不属于重大 也是通常呢 通常它是 不会是重大的啦 所以呢 它都是 都是以什么 以它的面额入账 就没有折限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借款而产生的话 那借款 它就必须有什么 按限值啦 因为它不是正常营业行为所产生的了 所以你就必须用限值入账 好 那课本上面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待会再来看一下事例二 来讲一下它的利率 这有点像个嘛 第四章 事例二就跟我们的第四章讲的有点相似 所以等于帮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